好,各位同学,各位朋友,我们今天 再度来谈啊,跟着杂志练排版啊 然后呢,首先这是一个杂志啊 杂志练一个排版的状况,我先把这个概念跟各位讲一下啊 首先你要知道这个文字的地方,它分几栏?一栏 两栏,三栏,有没有啊,其实分栏啊 可是上面这个东西呢,显然它是四栏,对不对 他就是四栏,就是这样子 那如何在一个页面上有三栏跟四栏的 划分啊,今天我们要教这样很简单啊,这第1个 第2个你仔细看哦,这个好像三个大小不一致呢 我觉得刚开始我们在 差一点点啊,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一定要先学会规律性啊 比方说我们这个地方如果分成四栏,对不对 那这样子每个图片大小都一致啊,包括这个文字也是下这个栏 形成一个四栏的规律,你在视觉上会比较好 我们刚开始学排版,一定要规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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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要动不动就想变化,动不动就想你的创意啊 上我的客人都知道创意是垃圾,真的啊 创意只有在规律的基础上 才有意义,因为有规律 所以才有变化 有规律,变化才有意义嘛 在规律的变化之下 你才会觉得创意嘛 没有规律,你的创意就是混乱,就是垃圾,就是这么简单啊 所以我们先把规律的概念学会了,创意就出来啊 你看像这个东西去图片大小,有一点点不一样 你觉得好像比较好 为什么比较好,因为你预期他要一样好 阅读这个预期性的过程,你预期他会同规格,那有一点点不规格 预期跟看到的产生变化 这叫做差异,这叫做创意懂吗 创意不是无中生有的啊 创意是跟预期产生的差异当中,那个叫创意 我跟你讲真的,很有水准吧 所以上我的课呢,有很多哲学的概念啊 你要好好的听 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审美是一个哲学的啊 审美不是靠创意的啊 如果靠创意就有用啊,这世界有哪个人不是 不是音乐家,不是哲学家,不是什么家,都不是啊 先不管 换句话说,一个页面里面,这个地方有三栏 假设这个地方有三栏 这个地方有四栏,怎么办啊,我们来先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个 既然需要规律,我怎么样测测底底的达到规律啊 然后我们一定要运用电脑里面的工具 程式,或者运用电脑的功能,才能够测测底底的达到规律 不要用你的感觉去那边手动粘贴,那都没有用啊 懂吗 就是这样,像这个东西也是啊 这个字要靠底,也是要用电脑的功能 这样子这个字是靠底啊 这样才漂亮啊,这样子在所谓规律器上,才会产生 我们所要看到的 效果的基本上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过程啊 咦 怎么不见了,Shift F9跟Shift 好,然后就下来了,还有啊 然后是 Ctrl F9,好,就结束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把 软体打开啊,我这个是用 Linux系统的啊 所以你觉得不一样,没关系啦 这概念都一样,单页先确定就是这样子啊 好了,那我们首先 先把它缩小一下啊 缩小一下 然后呢,这个页面的地方呢,吸附到参考线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东西,这边三栏,对不对 那我们就来解决,这三栏怎么处理啊 文字啊,吸附参考线 这个地方信号,到底可以讲算了啦 这个地方是文字,我们文字浆,吸附参考线,他就会吸得很清楚啊 按右键啊 在这个我们讲过的内容的地方啊 在 Property内容的地方,有没有,Current 一栏,两栏,三栏,有没有看到三栏的啊 这个有一个,然后这个间距,三栏的间距 稍微拉大一点啊 然后呢,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把字倒进来的内容,对不对 范例文字,我们用范例文字好不好 快一点,也很漂亮,对不对啊 这样的排出来了 然后现在是上面这个东西,他就是这样子啊,上面这个东西啊 一样,我们先用文字 文字才有栏的功能啊,对不对啊,文字才有栏的功能,各位就是这样子 好 下面留一点点留白,好不好,OK 然后呢,一样,现在什么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地方啊,是怎么样 1234 这个,其实这个地方还是有比例的啊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比例的啊 你看看GPG黄金比例,我懒得算了啦,不然其实你这个地方可以再好好的把比例拉一拉,还是 3比1好了,我忘了做格线,不然就可以算得很准啊 算格线就可以算得很准啊 然后现在这边四栏,1234在四栏,OK 然后呢,中间小小的就好啊 你看小小的就会是这样子 然后怎么样才能够很精准的把它变成照片呢,各位啊 放大,这个地方可以放大,放大,放大 放大 放大你就可以拍的很精准,好不好 好 然后这个地方照片,有没有 照片呢,我们很精准的就可以跟他一拍进来,有没有 如果你觉得不够大,就跟他放大,放大,再放大啊,这样就可以很精准的 把它通通把对上来了,有没有 好,很精准的把对好 OK,好,就是这样子 然后再过来啊,我们常用的所谓规律要怎么形成,各位你如果这个起来了之后呢 按着他啊 复制 Ctrl C,你复制 再按Ctrl V,贴上 这个是基本原理,不然你也可以按这边 复制贴上都可以 直接就这样拉过来,有没有啊,直接拉过来,这样最准的啊 好,在Ctrl C,复制,Ctrl V,贴上 直接拉过来 这样保证大小一致,对不对 保证大小一致啊,好,我们内容 这是照片的内容,对不对啊 照片的内容,随便挑几张 随便挑几张,好,确定 怎么已经讲过了啊,照片怎么编辑讲过了就不讲了啊 好,就是这样子,哦哦哦哦,可以 好,就是这样子,第二个 我们快一点好不好 好,来,照片的内容 照片的部分很重要了哈,但我们就不讲了哈 就是 这个 点两下啊,就可以编辑了啊,就这样子 这样子,好了 就这样子,好 然后 再来看一下啊,照片 照片照片 好,这个好,确定 好,点两下 好,我们不管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地方是文字,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开始放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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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时候呢,文字又是文字栏,有没有啊 文字栏呢,把它 对齐啊,这样子对齐 这样就很漂亮啊 好,然后我们讲过了,文字这个部分我们讲过了,你可以点两下 就可以开始编辑了,可是你看看他一开始在这个地方,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开始产生 这个地方啊 来处理他啊 先先弄出去,先点一下,先不要点两下,先不要点进去,先点一下这个文字框,我们都要做整体的设定 文字OK啊,靠走也OK啊,基本上就会是一个 这样子的 状况,然后这个垂直 底部 等一下他会从底部开始 懂吗啊 其他的我们就不用管,我只想告诉你,这样可以创造出个规律 懂吗啊 透过他的规定来创造规律 好,就是整个文字框,我们把它创造好了,点两下 就开始了,哎呀怎么还没有 看一下啊 哎,自动跑出来了啊 好,就这样子 假设啦 或者 再写长一点的 好啦,随便写写啊 就这样子 好,就这样子 哎,也太长了,好,就是这样,有没有 那你就可以看到,你看我们这个文字的设定也是通过什么 通过对他这个地方的设定,这样才会 靠下啊,才会很漂亮,有没有啊,那当然其他我就没有动了,这个有这个之前文字的部分我们讲过了,只是告诉你啊 如何创造规律啊,你看简是 预览 看一下 放到放小一点 有没有很好看 有没有很好看,对不对,真的很好看啊 为什么 规律性出来了,你看规律性一出来啊,三栏 这里四栏,规律性出来了,然后文字像我们这样子要的啊 那就是靠下,那我们就让他靠下,对不对啊 这个文字你这样可以拍的这样子啊 你把它靠下,有没有 我的意思就是说,要靠下,你不要用手动在那边EnterEnterEnter 设定电脑 从底部开始,这样就很准,一样啊,你看这三张照片 我是用复制拉过来,复制拉过来 是不是这样子一定保持一致啊 刚开始我们要学会这种 美财的规律性啊,那如果美财的规律性 被你掌握住了啊,那基本上就很好看,对不对 三栏 四栏,那我们已经将过了啊,用 文字框栏的概念啊,来创造一个 规律的一个栏的 栏的那个 切割,然后形成一个规律的内容,这个当然 这个地方再放上照片,这样就会很老看了,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呢 就是做一个最简单,还有这个东西也要跟你讲一下啊,当我们要创造文字靠上靠下,靠左靠右 用功能的设定啊,不要自己EnterEnterSpace键,那你按破头都没有用啊 不会准 只要文字在排版上形成规律,靠上靠下,靠中靠右,内容大小一致啊,像这个你看就是规律有没有 在一个 阅读的过程中,就会非常的 赏心悦目啊,就非常有美感出来 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边,谢谢各位